抄渡咒 就是你要抄渡一定要念這個 大寶廣播樓閣滅罪咒 那也是藏傳佛教的過疾解脫咒 從底下過了 有時候有貼在那裡 從底下過了 他們就可以抄渡 所以他會貼在房子上 那漢人是用眼睛這樣 所以 眼睛一打開就 眼睛一打開就 這樣你住在樓上 在街上看到很多人 他們的所有的罪業 不清靜都消除掉 真靜的海濤 您好 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您 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我們在這邊經常放生 但是自己有家人不相信佛 就是追求吃那些海鮮 刺身 牛肉這些 然後除了能夠幫助家人回向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幫他做的嗎 首先你要修的是 冤親平等性 就是說 別人吃肉你用平靜的心 你家人吃肉你要用平靜的心 這樣才不會傷害你所修行的力量 然後你越平靜 你的祈願的力量越強 你希望你家裡的人也能夠將來認同你吃素或放生 搞不好他也會吃素 你越平靜 就像鏡子越乾淨 反射光越強 你為他們所做的任何一個功德 回向給他們 他們都會得到 但是你用 有一點煩惱 不接受痛苦的心態 來為他們念 那就沒用了 力量很薄弱 就像已經模糊掉了 所以冤親平等是對我們的家人最愛的人的這些特殊的我們不能接受的毛病 這就是我們要修的 用一個空性平等 所謂空性就像虛空一樣接受一切叫空性 就不離開空性 但是又對它慈悲 不然的話你要它好你才要做你就會退轉 所以為什麼說空性不分別是保持慈悲 是保護慈悲的方法 所以最後你會感謝你家人的不合作 因為你才會比別人精進 就像我父親給我說 我們皇家從泉州開研市到現在 二十幾代就沒有人吃素 更何況出家 他都去調查過了 所以我爸爸是這麼說 那我是倒著來想 又因為如此所以我要做 但是我沒有給 我只是偶爾勸勸我爸爸說吃素很好 當他生病的時候 後來他吃素也不是因為我 是因為他去公園運動 我在台灣很出名 他的一個朋友說 哇海盜阿法師是你兒子 他說對呀 那你還吃肉啊 都沒面子啊 我就這樣 那個佛菩薩的事情 他回來把我打電話叫回去 他幹嘛 我要吃素了 你幫我念一念吧 歸一佛歸一佛 然後他要吃素了 又把我媽叫過來 既然我要吃素 你要煮給我吃 你也要吃素 我就這樣解決了 但是我沒有放棄 十二年剛好 從我學佛到他們吃素 我當然希望他們吃素 十二年 但我心裡一直很平靜 全天下都是這樣 我修行是為我爸爸媽媽 就是因為他們不修行 所以我們來修行 既然我為我爸爸媽媽修行 我也要為眾生修行 眾生不做了都我來做 這樣可以 但是我不要求他們做 因為他們本來就有佛性 時間到因緣到他就會做 這不是不增不減的東西 要這樣去看 所以還是做下去吧 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就是在工作中 經常會需要和生病的小朋友一起 就是經常是我們說的夜病 就比如說自閉症 中風腦癱很小的小朋友 我想請教您一下 從佛法的角度上 能夠怎麼幫到他們 最快的方法 不是用你的力量 醫生或護士的力量去醫他 佛教講空性 當我去看這些小朋友 我就變成要是佛 或是照顧小朋友的不動佛 或是喜歡小朋友的立度母 都沒關係 所以我是用佛的力量 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是什麼 清靜心 信心 悲心 透過佛的力量 幫助這個小朋友 那個時候你才會感應佛法的不可思議 佛力的不可思議 就像阿彌陀佛沒有要你修什麼 你只要相信我 因為你到我極樂世界你什麼就乖乖了 因為阿彌陀佛的力量 背面哄牛 人家還會跳 你不要去糾正他說那個對還錯 像台灣一樣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兩邊討論 我說你們兩個都去不了極樂世界 為什麼 因為相信什麼聲音都沒關係 所以我想這一點 你還是 就是因為我們要幫助別人 我們才要念佛 用佛的力量 就像剛剛講 我變成觀音菩薩 我變成結我佛 那我自然有力量 去幫助對方 就像說 假設這樣好了 今天有個小朋友病得很厲害 我來拜佛陀 觀想 佛的力量不可思議 佛法無邊 小朋友一定會好 你要有這個信心去拜 拜 就像地藏王菩薩 為他媽媽來拜佛供養 他就可以下地獄救他的媽媽 這個方法 沒有修行久或不久 這個信根是最難的 最容易也是最難 因為懷疑 所以我想 你有這個機會接觸小孩 那你就沒有問題 我就是小孩子的救星 因為不是你 因為是佛的力量 透過我 觀音菩薩的力量 透過我 去幫助他們 當你在幫助他們的時候 你自己也得到幫助 你的心也得到幫助 你會越做越有信心 所以 拜託你了 各位 所有小朋友 好 也是跟工作有關係的問題 就是 學醫的 然後動手術 做動物試驗 這屬於殺生嗎 然後在 做手術的時候 比如說 冤親在主 藏在牙裡面 動手術 也是屬於殺生嗎 完了 你要相信佛法 就算 你就殺豬了就好了 但是我的動機 動機決定一切 我的動機 我手上拿這個武器 刀子 是一個加持物 是個天鐵 他就超度 這樣就好了 重點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超越你機 那有沒有造業 還是有業 但是你願意承受 但是你不能用一個 一個不安心去做 那更傷害 你還超度不了那個動物 如果你用了一個 很清靜的心 我當然能夠不做最好 但是我現在不得不做 但是我用佛的力量超度它 就像有一部電影 他先生殺豬 他負責抓豬給他先生殺 但是這個太太覺得 這是他的命 他接受 做人家的太太 我能說什麼 但是呢 他天天懺悔 天天念佛 結果他死了 很多人說那個人 每天抓豬給他先生殺 他可能會下地獄 最後他就極了世界 因為他的動機是幫著豬 但是他在源起的因果上 他是人家殺豬的太太 這樣 他必須接受這個國保 所以我想 這個念頭自己要 這個叫心清靜比較重要 所以我想各位 你做什麼行業都沒關係 但是我 我是個三寶弟子 透過我可以把三寶的力量 給對方 你做什麼都對 就這樣看比較快 好 還有嗎 感恩海桃發誓 就是現在特別在北美這裡呢 到春天 很多動物就跑出來了 給車給撞了 在路上 這樣的話 我就把它搬到路邊去 前幾次 我連那甘露水也沒有什麼 前天我就 帶了一些甘露水 給它撒一撒 就是心裡念念 關於行舟啊 這個詭異三寶啊 這樣 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首先要隨機你的功德 太慈悲了 那你要相信 透過一個對佛法有信心的人摸它一下 碰它一下 它一定脫離三二道 在大解脫經說 任何一個痛苦的生命 聽到三寶的名號 就像在地藏經裡面說 哪怕下地獄的眾生聽到一句 寄送任何佛菩薩的名號 它保證脫離三二道 所以全天下有這麼多動物受傷害 哪有幾隻動物得到三寶的價值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的任務 所以就像我每次走到哪裡 我都會灑乾露水 為什麼 哪一條路不管是飛機上也好 這種辦公大樓 我有一次在白宮的時候 灑那個警察 去講話室過來警告我 跟我問了老半天 後來他知道這個是水 他只給我警告說 這一次放過你 下回你很危險 但是我因為 我只是 這是我的習慣 那因為我相信 任何把大悲咒的水 乾露水灑的難 那個地方就淨化了 就清淨了 這是我的信心 也透過這個信心 所以我活得很愉快 任何一部我坐的飛機都不會掉下去 因為我相信 就算掉下去 我會全部帶他們去極樂世界 這也是我的任務 所以 對我來講 你要 你皈依了三寶 最難就是 相信 從皈依到成佛 我就不離開三寶 從 到整個極樂世界 就在念佛 念法 念神而已 你念心經可以 你念大悲咒可以 你做什麼都可以 哦 所以當然 佛教裡面有很多 譬如說 我屍體 你幫他念 不動佛心咒 撒水 撒沙 撒米 碰觸一下 他就有超度 那是大水球咒 噢 巴拉巴拉 你們這個手上 像每次他們寫牌位 我寫完 我就會用這個蓋章 他們問我 師傅你這個幹嘛 注意啊 接觸解脫 所以 那因為我有信心 那事實上 信心他就超度了 佛力百分之一百 但是佛力要靠著你的信力 才能夠給他 所以我想 我們默默的做這些工作 非常好 我認為在 在歐美地區太多的動物 他們都認為不要餵他 那我說 你們餵他跟我 我們餵是讓他解脫的 不是讓他失去 這個什麼生存能力的 所以 你看到一個大河 大湖泊 我跟他唸一遍大悲咒 唸一下水的咒語 噢哇塞 摩羅摩尼索哈 因為你也要是咒 整個湖水都變成要是咒水 你一點都不能懷疑 所以各位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是我今天跟各位講的 相信 那你的悲心就會很有力量 你只負責慈悲就好了 就像媽媽愛小孩 那是天然的事情 我們只負責一種天然的愛 然後再加上你跟他念佛 所以不要急的 我發現現在有一個痛苦 每個人都急的 每一本我都讀完 每一個儀鬼我都要灌點 灌到饅頭包 他從來也不用 不知道要用哪一個 這個很可惜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祖師有一點好處 一句阿彌陀佛稱到底 但是我認為我也不會偏激 因為我認為別人講的好的 我都要學 包括其他宗教講的一些特殊的法門 我都要學 因為我是負責慈悲的 慈悲把他這個好的轉出去 這樣就好了 好 再問兩個問題就要下課了 那就是家裡人 還沒有規徒也沒有吃素的話 在給他們做肉食的時候 也就念觀音心奏或者是 文殊菩薩有一個咒 這個叫催落往生淨土咒 我特別要講這個咒 我特別要講這個咒是因為傳承給我這個咒的上師 那時候在印度 他也是 也是我們直共甘菩薩也是我們直共甘菩的一個大活佛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是因為他要傳承這個咒給我的時候 出現了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戰民師還是在 最莊嚴的彩虹 五條清清楚楚 濃得不得了 然後到前面的草地 因為他說他要傳這個咒給我 那個時候就出現了這個彩虹 所以我這樣講的意思是說要有信心 所有超市裡面 所有他們在吃的肉 保證都往生淨土 有這個信心 所以雖然我們吃素 我們還是會念這個咒 因為希望所有被吃掉的肉得到生天 乃至去淨土 跟我念一次 哄阿比拉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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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文書八字 走在漢傳的經典也有了 還有就是那個甘露水的話 可以給小貝皮喝嗎 就是把它泡了水以後 放到奶啊 或者是飲料裡面啊 可以嗎 我想沒有分 甘露水也好 大悲咒也好 鑰匙咒也好 只要你有信心有悲心 什麼都不會念 念個Ong都可以 因為Ong就是把不清淨轉為清淨 叫Ong 就像我們漢人念南摩 南摩的意思 你再怎麼傷害我 你都是阿彌陀佛 叫南摩阿彌陀佛 轉化的意思 所以 就算很多人都不會念 我都會教他們念 Ong阿彌陀佛 為什麼叫三字 總詞 總詞一切 所有佛的 身口意 都透過這三個字 所以我們共花 共果都要念 Ong阿彌陀佛 只是在漢傳把Ong阿彌陀佛 放在後面 中間彌陀佛 半摩阿彌陀佛 就是代表燈的意思 或是花 或是什麼 那就是任何一個 都不離開 諸佛菩薩 身口意的加持 然後讓他轉化一切 我想我們 你問我這些 你都知道 但是你信心不夠 那你就相信就好了 知道了 所以你煮過了飯 你喝過了水 你走過了路 就像很多人說 師傅我房子賣不出去 我就會說 在哪裡啊 我們去看看 因為我們去了 他一定賣得出去 然後呢 師傅乾脆你這邊睡一晚 那你福寶更大 所以我想 就像很多局勢 買新車 來師傅坐一下 這下你福寶大了 不是我有力量 而是因為 我們相信三寶 那三寶的力量 就會加持這個房子 這個車子 這個病人 這個往生者 一定會得到離苦 好 謝謝謝謝 我們就要回向了 來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得三寶加持 相信三寶 好 發起慈悲 念佛度眾生 念佛度眾生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謝謝師父 阿彌陀佛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 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蘇嘉賓醫師 居家隔離與居家檢疫的對象不同 接觸過確診個案的民眾會進行居家隔離 所有從國外入境者都需要居家檢疫 民眾於居家隔離與檢疫期間 都必須遵守以下原則 一 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不可外出 也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二 每天記錄體溫和身體狀況 三 建議有獨立空間 避免與他人近距離互動 四 隔離檢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觸碰眼口鼻 若有公共設備 需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 最後再次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跑跑照 一旦亂跑 不但會收到告警簡訊 最高還會被罰款一百萬元哦 動物皮草被稱為時尚中的極品 是財富與高貴的象征 然而你可知道 那一件件漂亮衣服背後的鲜血淋漓 動物身上 那美麗的皮毛 原本是保護它們的 如今 卻變成了把它們送上死亡之路的單程票 而幕後的指使者 正是用力追求 所謂的時尚美麗的人類 媽媽我已經不渴了 你快帶我去找蜂蜜吃吧 寶貝 媽媽已經答應你了 今天一定會讓你吃到香甜蜂蜜的 因為我早就找好了 就在離這不遠的地方 就有一個大蜂窝 媽媽 你是說真的嗎 當然了 媽媽什麼時候騙過你啊 寶貝 你放心好了 媽媽答應過你的事情 就一定會做到的 嗯 我的媽媽從來都是說到做到的 媽媽 那我們快去吃蜂蜜吧 哈哈 好的 小寶貝 我們走 什麼聲音 啊 媽媽 媽媽你怎麼了 你快走 這裡有獵人 媽媽我不走 你不會有事的 你答應過我要帶我去吃蜂蜜 你從來都是說到做到的 寶貝 對不起 媽媽這次要食言了 哈哈 今天既然打中了一隻大家伙 我們發財了 你看 那兒還有一隻小傢伙呢 把他抓住 沒給馬戲團也能賺一筆 寶貝 快離開這裡 媽媽媽媽 快走 離開這裡 可惡 哎呀 這隻熊還沒死 天呀 嚇死我了 看我的 阿熊 你幹什麼呀 我讓他死的徹底點 免得再爬起來抄我們攻擊 哎 真是可惜這一張熊皮了 你把一張完整的熊皮打成了這個樣子 真是太可惜 原本這一張皮可以做一件大衣的 現在看來也只能做一頂熊皮帽子了 我也是沒辦法呀 好了 趕緊把他的皮剝下來吧 呵呵呵 妈妈我好想你呀 說起海豹 人們首先想到的 是其溫顺可愛的樣子 以及光潔的皮毛 正因為如此 他成為不少人捕殺的對象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多海豹皮啊 这里可是海豹毛皮最大的出产地呢 这些皮毛可是欧洲女士服装中的抢手货呢 为了他们的皮毛 而将可爱的海豹大肆宰杀 也实在太残忍了 难道政府不管吗 在有些国家捕杀海豹是合法的 住在沿海的居民大约有一万多户家庭以此为生 每年春天正是猎杀海豹的季节 什么 政府竟然规定猎杀海豹是合法的 怎么能这样啊 不行 我要想办法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在动物保护者的努力下 有些国家的政府宣布把捕杀海豹的数量 控制在每年一万五千头 但由于近年来世界海豹皮市场需求量大增 捕杀海豹数量又逐年回升 近三年 猎杀的数量就将近有一百多万头海豹 这意味着每出生三头海豹就至少有一头被杀 有时候人道主义的力量不及虚荣的千分之一 无论任何时候美都不可以用杀戮的形式存在的 在中国有一种动物 也因为捕杀而面临灭绝的危险 那就是藏羚羊 藏羚羊的羊绒制成的披肩 被称为最精美最柔软的披肩 但是这么一条披肩 却是以树枝藏羚羊的生命代价而制成的 老大 藏羚羊真的会出现吗 当然了 这里可是藏羚羊前夕的必经之路 嘘 你看 那是什么 好多藏羚羊啊 我们今天可要发财了 阿松 动作快点 赶快将它们的皮剥下来 要是被执法人员发现 可就糟糕了 每年被盗猎的藏羚羊数量 平均在两万头左右 此外 由于盗猎活动的严重干扰 藏羚羊原有的活动规律被扰乱 对族群繁衍造成严重影响 藏羚羊族群数量急剧下降 近几年来 再也没人见到过 数量超过两千头的藏羚群 在许多昔日藏羚群聚集的地方 如今只能看到灵星的藏羚羊 这些盗猎者真是太可恶了 他们难道非要把这些藏羚羊杀的灭绝了才甘心吗 这都是利益驱使 要知道 藏羚羊的毛皮价格非常昂贵 为了钱 那些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如果那些使用藏羚羊毛皮的人看到这一幕 那他们一定不会选择这种残忍的皮肩了 因为再尊贵的皮草 也遮不住人类的贪婪 冷酷和无耻 全世界每天有三十八万四千只动物死去 他们的皮毛将被用来制作服装和其他产品 全世界每年都有两百万只猫狗被杀 皮毛被取来做衣服或者皮包上的装饰 全世界每年有多达七千万只兔子被屠杀 用于生产服装 每年因食尚产业的需要而被杀死的动物 可以用无计其数来形容 如果你因为看到上面的资料而冷汗直冒 那我要告诉你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皮草工业85%的皮毛 都来自于被囚禁在皮草养殖场的动物 这些小家伙可都是我的摇钱树呢 最近貂皮大衣的价格可是炒得非常高 老哥 难道这些貂从一生下来就住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吗 当然了 难道我还有更大的地方让它们生活吗 但是貂是一种独居的动物 在野外甚至可以盘踞超过一千公顷的土地 可是现在它们只能和许许多多的同伴挤在这么狭小的笼子里 这对它们来说真是有点残酷 也不知道它们怎么能忍受这种生活 这种拥挤和禁闭的环境 的确会给它们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就亲眼见过它们因为这种痛苦生活 而自残咬自己的尾巴皮肤和腿 天啊 真是太残忍了 这些貂实在太可怜了 老哥 难道你这么做良心过得去吗 就算我不养貂 也有别人养貂 只要有喜欢穿皮草的人存在 我们这行就不会消失 其实不只是雕 狐狸 棕熊和其他动物 也都承受着同样的痛苦 它们会因为受不了这种生活而自相残杀 我们其实也并不想看到这种局面 但是有那么大的皮草市场摆在那里 我不做 别人也会去做的 是啊 没有买卖便没有杀害 这话一点都不错啊 相信如果您了解了每件皮毛衣物或装饰产品 都带着动物极大的痛苦 它们或是被诱补 或是被饲养 有的甚至还没出生就被杀死 我想您应该不会再穿着皮草大衣来炫耀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看了这些以后 您还要购买皮草商品吗 第四季节目 生命的一盏灯 看见世界的美好 请尝念 那么须弥灯光如来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